民进党完全执政,滥用权力,漠视台湾社会应有的规范,早已看不见台湾百姓的真正需求,连谦卑的样子都懒得伪装。 这种专断蛮横作风,完全抛弃民意,也注定将被民意抛弃。 日前,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在接受质询时,大骂女性民意代表不要脸,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。 岛内有评论指出,苏贞昌居然有资格骂别人不要脸,这真是本年度最大的笑话。 一个敢欺骗神明的政治人物,把三加十一从破口说成是政绩,不愿对疫情中丧生的八百多条人命惩治道歉, 在台铁发生意外时躲起来不敢承担政治责任,苏贞昌所作所为简直是傲慢嚣张到极点。 在野党要求苏贞昌下台道歉,但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等绿营政客却齐刷刷地为苏贞昌护航。 这让岛内民众更加清晰地看到,为什么如此无耻政客能够成为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,因为民进党已经烂到了骨子里。 民进党完全执政滥用权力,漠视台湾社会应有的规范,频繁借族群议题与反中意识骗取选票, 通过公共资源发展侧义网军,操控议题,早已看不见台湾百姓的真正需求,连谦卑的样子都懒得伪装。 这种专断蛮横作风完全抛弃民意,也注定将被民意抛弃。 这种专门的真正的专门的真正的专门的真正的专门,